大家好,我是Cindy 今天要来跟各位讲这一个最快最短时间能够帮助你减肥燃烧脂肪的超级减肥法 不会失败 各位现在在做间歇性断食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突破瓶颈迅速的明星减肥法 它叫做PSMF Rotein Sparing Modified Fast 蛋白质保留饮食法 或者叫做保留蛋白质断食法 那这个断食法就像它名字说的 它保留了蛋白质,保留了肌肉 所以当你在减肥,你燃烧的是脂肪而不是肌肉 我们最不要的就是在断食的时候 燃烧掉那些肌肉,反而留下脂肪,对吧 因为这样子你瘦下来 变成是一个像黏土型没有肌肉的一个身材 而且保留住这些肌肉是我们以后维持新陈代谢 当我们睡觉还在燃烧,热量燃烧卡路里 很重要的帮手 那今天要讲了这个奇迹蛋白质减肥法 很好你不会饿肚子突破断食的瓶颈 某一方面它比断食更有效 那我们详细来讨论一下这个蛋白质断食法是什么 我还有另外一个影片讲这个保留蛋白质断食法 那今天这个影片再续述一下这个PSMF是什么 简单来说它就是非常低卡路里的结石 它也叫做VLCD的结石 Very Low Calorie Diet 它当初被发明的时候是为了要帮助这些过度肥胖的人 快速减肥 但是保留住他们的肌肉 那这个非常低卡路里的结石 是限制了其他的卡路里除了蛋白质来的饮食以外 也就是非常少的碳水化合物 非常少的脂肪 那这个对于喜欢吃蛋白质的人来说是一个朗暴非常好的消息 对吧 我们接下来会再讨论一下到底有哪一些食物 是可以在这个PSMF的结石饮食里面可以吃的 那当初它被带入的时候大概是在1970年 医生使用的一个方法来帮助过度肥胖的人 快速的让他们减肥 还有是为了要让他们进入一个手术之前 快速的减肥 让他们达到一个安全的体重才能进行的一个手术 那你会说这个明星减肥法听起来没有根据不安全 不应该跟着风靡然后去试的一个减肥法对吧 其实有很多研究已经在根据这个PSMF做调查 还有做文章的报告 在这个比较小型的研究里面 他们对于12位的青少年做的PSMF的试验 6个月的期间他们平均瘦了25磅 也就是11公斤 那这大概是他们10%的体重 这是一个很好的速度不会太快也不会太慢 那在另外一个实验里面6个礼拜 15位的个体做的PSMF 他们发现平均瘦了32磅 14公斤 而且并没有改变他们肌肉的数量 肌肉的质量 那还有在另外一个试验127位的调查 他们发现说PSMF保留蛋白质断食法 以一般的低卡路里节食法还要再好一点 那一般的低卡路里减肥法是像什么呢 像高丽菜汤减肥法 你听过的蔬菜汁减肥法 还有口香糖减肥法 那些光是考虑在低卡路里 不在乎卡路里的来源 那这个保留蛋白质断食法 是以光是低卡路里还要有效 虽然PSMF也是一个低卡路里的断食法 那听起来很好 我该怎么去执行这个PSMF减肥法呢 首先你一天只吃500到800卡路里 完全是蛋白质来源的食物 500到800卡路里是非常低卡路里的 那没错 这个不是一个长期的减肥方法 如果你一个礼拜代入一天或者是两天 这个保留蛋白质断食法的话 是非常有效可以突破瓶颈的 为什么你不能长期执行这个保留蛋白质减肥法呢 因为在很多研究他们发现说 如果你长期执行这个非常低卡路里的减肥法 两到三年之后 他们发现这些个体会回跳他们的体重 而且比开始之前还要多一半体重 也就是不止你会回到你开始减肥前的体重 所以我们不要滥用这个非常有效的减肥法 也就是当你使用保留蛋白质减肥法 达到你理想的体重之后 你要开始保持维持那个体重 而不是持续的执行PSMF 因为这样子反而会对你的新陈代谢有伤害 在你说好我马上又来执行这个PSMF 保留蛋白质减肥法之前 还有其他的好处 它像是一个bonus会带来的 像什么呢 它会帮助你降低胆固醇水平 其中一个短期的研究 他们发现说 它会降低综合的胆固醇水平 尤其是LDL将近20% 也会少许降低那个好的胆固醇HDL 但是是少量的 没错因为当你的饮食全部都是来自于蛋白质 没有脂肪的时候 当然你的胆固醇水平也会降低 还有什么呢 它能够帮助改善血糖 因为你没有摄取碳水化合物 这个对于糖尿病 糖尿病前期的人 想要控制胰岛素 改善胰岛素敏感的人 也是非常好的饮食方法 许多研究发现说 这个VLCD像TSMF保留蛋白质断食法 能够帮助改善血糖 降低血糖 这些担心血糖会波动的个体 都可以带入这个保留蛋白质断食法 它还可以帮助你降低血压 改善心脏健康 也可以帮助预防代谢综合症的问题 也就是像高血压 高血糖 中风 糖尿病 很多代谢性的问题 所以这个保留蛋白质断食法 不只可以帮助你燃脂 保护肌肉 还有这么多的好处 那你会说 不会那么好吧 一定它有什么坏处 它是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你要注意的 第一个缺点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低卡洛里 你都是摄取蛋白质来的 那就有非常大的可能 你会忽略某一些营养素 像必需脂肪酸 还有整体的卡洛里摄取量 对于那些在成长的青少年 怀孕哺乳的女性 或者是已经非常瘦 BMI已经非常低的那些个体 可能不太适合 还有因为它的卡洛里非常低 饮食都是蛋白质来的 对于那些有便秘 IBS 排泄 困难有问题的人 他们也可能不太适合 这个蛋白质保留断食法 再来呢 这个保留蛋白质断食法 因为它是非常低的卡洛里 在某一些个体里面 他们会有一些心情上的变动 像变得很烦躁 心情不稳定 没有力气 想睡觉 这都是当然在你在非常低卡洛里下 会有带来的影响 所以当你执行PSMF的时候 最好不要连着几天都执行它 在一个礼拜里面 临时的带入一两天 执行它会是最好的 那你会说太好了 我了解了 我马上就要执行它 但是到底要吃什么呢 其实有很多食物可以选择 在肉类里面呢 我们就有家禽类 像鸡胸肉 火鸡肉 鹅肉 鸭肉 红肉类我们有像瘦的牛排 瘦的猪排 羊肉 海鲜也是很好 保留蛋白质断食法的来源 笔木鱼 龙立鱼 绝鱼 碾鱼 大笔木鱼 低脂的乳制品 希腊优肉乳 干酪 还有蛋 蛋白也是非常好 PSMF的来源 那蔬菜来说不是完全不可以有蔬菜 那些非淀粉类的蔬菜也是很好你可以带来的 像植子花柯菜 玉叶的蔬菜 芹菜 香菇 海带之类的 还有其实蛋白质粉也是很好的代替品 它也是很方便携带 那哪一些食物你该避免的呢 如果你决定要执行保留蛋白质断食法 第一项那些高果糖的水果 淀粉类的蔬菜 乳类 豆磕植物 可口可乐 果汁 珍珠奶茶 葱蜜 葱糖 还有那些全乳制品的食物 还有高脂的油脂 无论它是好的油脂还是不好的油脂 在这个蛋白质保留断食法里面 我们要暂时把它去除 那这个好处就是你可以三餐都有健康的蛋白质来源 例如说某一天的早餐你可以有蛋 中餐你可以有烤鱼 晚餐你可以有鸡胸肉 火鸡肉 另外一个例子像早餐你可以有蛋白质饮料 中餐你可以有烤鸡肉 晚餐你可以有烤猪排 那再举一个例子 某一天的早餐你可以有爬碗蒸 中餐你可以有烤碾鱼 晚餐你可以有炒饰的牛排 另外一个例子像早餐你可以有 低脂肝酪跟肉粿 中餐你可以有火鸡肉丸 还有很好的早餐选择 就是像低脂的希腊油肉乳 水煮蛋 辣葉蛋 卤蛋 所以你看到了非常多的选择 而且你三餐都有健康蛋白质的来源 不会饿肚子 还能帮助你快速减脂 保存肌肉 所以一天500到800卡路里 完全是从蛋白质来源 你可自己来调配哪一天 带入这个保留蛋白质断食法 好今天就是很快的跟各位介绍这个 新护肌肉燃脂肪的超级断食法 如果你觉得这个video对你有帮助 麻烦你喜欢分享 谢谢观赏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5月的元气箱开始接受订购 这个是一个月只有10箱 我个人精心计划 精心调配的元气箱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我的网站详细了解 谢谢观赏